王小飞向着那个出来的周竹海和三个女人看了过去时 就沉声道 你们练魂门竟然做这夺魂之事 不怕天罚 哈哈一笑周竹海道 我从进入练魂门之后就做这种事情 从一个练起一层的人苦熬多年也没有进展 后来得到了夺魂术之后 就找到了他们三姐妹 然后我夺了他们的魂 把他们变成了魂人 然后通过他们去勾引修真者 死在他们肚皮上的修真者不知多少啊 我再从他们身上夺取真气 这才造就了练起七层的人 呵呵什么时候有过天罚 你不怕我是来杀你的 呵呵你知道不知道 自从你进入到了我这屋里之后 你就已经是被我们围住了 他们三人虽然仅只是练起六层的人 我也只是练起七层的人 但是你看看我手上是什么 王小飞向着她的手上看去是 脸色也是一变的 你竟然有着福宝 哈哈一笑周竹海道 呵我知道你有福宝 你在这修真剑也有些厉害 可是我的福宝却是一个净空型的福宝 挤出之后你是无法挪移的 王小飞就笑了起来的 哼既然是这样 你又如何能够把我留下 周竹海这时也是微笑的 忘了说一句 我是浑尸 那个我的替身可不一般 看上去是我的样子 其实她是一具万年僵尸 你的福宝对她的伤害不会太大 当她被我激发出原形时 她的战力可以超过助击期 王小飞这时就向着那个替身看了过去 果然这时的替身已是正在发生变化 原来倒是一个人的样子 现在却是完全不同了 已经化身为一具僵尸 王小飞看到这僵尸的样子时 又看向了那三个女人 王道友果然厉害 不错 她们三女也不是一般的浑人了 而是被我强行 与五千年僵尸进行了融合 现在她们也是能够发挥出 助击期的战力的 我不知道王道友在这样的四个人的围攻下 还有什么活命的希望 你为何要针对我 王小飞就看向了周竹海 哼了一声周竹海的 我们时间很多 不怕告诉你 在这房土地上有着一个大的秘密 没想到你竟然跑到了这里 发现了 王小飞道 你是说这里有着灵脉的事情 哼 灵脉算个什么 那不过是溢出来的一些灵气而已 王小飞这时才发现自己真的没弄明白这里的情况了 你住的后山不是有一个修真洞府吗 我知道你把那鬼匠收服了 更是得到了那洞子里面的传承 可恨哪 由于我不懂阵法 那么多年都没能进入到那洞府里面 搞了半天 这周竹海什么都知道啊 王小飞向着周竹海看了又看 现在多少也知道了一些情况 说道 看来你是把那替身放在了村子里面 你自己反而是不时地离开了 这时就见周竹海把一个地方按了一下之后 王小飞就感觉到土面在下陷 然后他们就来到了地下的一个洞子里面 这里才是我的住处 不介意请你参观一下 说着这周竹海就朝着一个很大的洞子里面走去 一眼看去时 王小飞看到的是墙壁上有着一些珠子正在散发着光芒 没想到吧 村子里面最穷的人会是这样的一种生活情况 周竹海大笑了起来 很快几个人都来到了一个有着很大空间的地下的洞子里面 王小飞一眼看去时 看到的是一些浑人正在里面或坐或站 看到他们进来时 这些浑人都把目光看向了王小飞 一眼看去让王小飞吃惊的是 这里面的浑人竟然有着华夏人 也有着一些外国人 男女都长得帅气或是漂亮 唉 我练魂门传承也快不行了 现在也就只有我一个 不过你看看现在的情况吧 虽然只是我一个 我这练魂门倒也并不见得就弱势 这些人以前都是各门派的高手 被我采用各种的手段制住之后 通过夺驾弓把他们的修为都夺了 可惜的是夺驾弓 能够夺取的修为也只有十分之一 多的都被他们留下了 否则的话我早就住击了 这时王小飞哼了一声道 阵法不好了吗 先是一愣随之就哈哈大笑起来 周竹海道 我说了那么多的话 不错 就是要把你哄着来到这里 现在阵法已是不好了 你插翅也难逃了 说话间周竹海一闪身时 就通到了一旁 随着他的退去 这里面已是升起了一座 魂杀阵 阵法王小飞倒也并不陌生 一眼看去就知道这是魂杀阵 借用魂魄的力量来进行攻击 就在这时 之间大量的魂魄突然就出现在了阵法里面 朝着王小飞就撕叫着扑了过去 王道友 我早就知道你有着一些传承 就连练丹和练气都难不倒你 可能阵法也无法难住你 能够把你杀掉的话 你的传承就会为我所得 你也要有本事才行 你说的秘密是什么 临死了还那么好奇 不瞒你说这里有着许多的大山 其实这些山并不是一般的山 而是一座座的墓 这些墓置于这里 里面有着未知的宝藏 本来我们练魂门在这里悄悄地挖着 你弄那么大的动静过来 搞得地球上的修正者都跑来了 这是跟我们练魂门抢好处 只要把你干掉 他们那些人自然就会散去 所以你必须死 说话间那些魂魄已是扑进了王小飞 看到那么多的魂魄时 王小飞沉声道 你为了这样的阵法 竟然杀了那么多的人 不瞒你说 他们生前都是修正者 我杀修正者 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好多个高手都是死在了这个阵法之下的 王道友还是多想一下破阵吧 我感觉你也支持不了多少时间了 你真以为这样的阵法就能够杀得了我 困 周竹海的手中已是寄出了一个福宝 这就是他用来对付王小飞的福宝 随着这个福宝的寄出 王小飞就明显感觉到 自己置身于一个完全就是沙漠的地方 无论王小飞从什么地方奔行 这沙漠都无边无际 再奔行了一阵 王小飞干脆就站在了那里 这时就听到周竹海哈哈大笑的声音传来 哈哈哈哈 王小飞 这就是我的福宝 怎么样 很厉害吧 这是困阵福宝 寄出之后 就是一片广大无边的沙漠 你再有强大的修为又能如何 还不少 困在这里面 困阵福宝 王小飞还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福宝 不得不说真的是一个威力极大的东西 正在王小飞想着事情时 就见从这沙漠里面哄的一声 就冒出了一个僵尸 朝着王小飞就扑了过来 王小飞一道火符打出时 僵尸已是倒了下去 再想看看那僵尸的样子时 只见沙漠流动了起来 僵尸已是消失 没用的 你再挣扎也没用 就算你有着再多的福也没用 我会一点一点把你磨得失去真气 然后用我的三个美女来夺了你的真气 没想到这次运气那么好 竟然遇到了一个练气八层以上的人 随后的时间 就是不断有着各种的僵尸和魂魄攻击 王小飞也耗用了不少的火符 越打王小飞就越发感到不能这样干了 正如周竹海所言 再打下去自己根本就没有那么多的福可用 最重要的还是周竹海的魂魄不知有多少 不时偷袭一下 想到这里 王小飞就想到了一个关键 福宝需要的是能量的支持 现在周竹海祭出了福宝 这个福宝一时之间也没有结束 那就只能说明是福宝有着灵气的不断供应 假如自己把这灵气破坏了呢 王小飞也是一个敢想敢干的人 想到这里之后 王小飞一边防着魂魄的偷袭 一边也是把自己早就炼制好的一些阵盘和阵眼 布在了沙漠之上 这是王小飞布上的聚灵阵 也是王小飞平时用来自己使用的阵法 这个聚灵阵进行了叠加 能够大幅度的吸纳外界的灵气 在布上了这个聚灵阵之后 王小飞更是又把六伯阵也布在了外面